一百四十四集 到了他们的身后 周绍瑾不免觉得奇怪 仔细地打量着四周 就看见一艘绿杆红窗的新画房 缓缓地从他们不远处向东边逝去 透明的琉璃窗内 一个魁梧的身影和一个胖胖的身影正对坐而已 周绍瑾不由地回头缩了一眼城池 没想到城池正朝他望过来 两个人的目光在空中撞了一个正着 城池表情坦荡 朝着他笑着微微地喊手 周绍瑾却像是溃破了什么 被人当场捉住般的脸吞得红了起来 低着头转过身去 城池不禁地嘴角轻巧 在林隐寺看见周绍瑾的时候 他的确是下了一大挑 可没想到这个小丫头却像是晃个人似的 不仅装出了一副和她素不相识的样子 还若无其事地叫住了卖梨子的妇人卖梨子 想到这里 她的眼神微传 肖正海在关外肖张惯了 还以为自己站着一个山头就是霸王了 也说他看中了肖家那一亩三分地 就算他们之间没有瓜葛 就凭着他肖正海这张狂的劲儿 他也得给肖正海一点教训尝一尝 不然他还以为靠着曹帮就能在江南横着走了 城池的面色渐渐地冷了起来 他想到在林隐寺里见到的周绍瑾 头上粘着的南珠珠花 小巧玲珑 圆润可爱 就像那小丫头的人似的 乖巧得很 说他什么 他都能够认真的听着 从来都不让人操心 他又觉得很是行为 心头微暖 周绍瑾感觉到身边陡然之间 冒出了一股寒气 又很快的消散了 但他还是不由自主地耸了耸肩 在他旁边服饰的春晚 忙轻声地道 小姐 您觉得冷吗 啊 没事的 周绍瑾见王太太 正告诉着郭老夫人 怎么看三坛应悦 低声道 可能是夜里的风有点冷 等会儿就好了 别扫了老夫人的信 春晚闭着嘴点头 郭老夫人就朝着周绍瑾道 绍瑾 你也过来看一看 四郎呢 我们就不管他了 他常来杭州府 称池笑道 母亲就是偏心 我常来杭州府 和您让我跟着您开开眼界 那可是两回事 郭老夫人就让出位置来 笑道 好好好 我今天呢 也指点你看看美景 众人哈哈地笑 郑池就在笑声之中走了过去 站在那里观看了半傻 还道 嗯 景色的确不错 抱得郭老夫人止不住地大笑 朝着周绍瑾招手 哎哟 我们哪 别理他了 周绍瑾满脸是笑地走了过去 城池则让到了一旁 郭老夫人就指了湖面的月亮 让周绍瑾看 周绍瑾一抬头 却看见淮山 悄无声息地站在船尾 他愕然 No 看见了没有啊 啊 看见五个月亮没有啊 周绍瑾满脸了心绪 顺着郭老夫人所指的方向望去 湖面果然有五个月亮 都是皎洁如玉 分不出哪一个是天上的那个月亮 哪一个是塔中的灯光了 难怪会称为西湖十几 周绍瑾很是感慨 看了一眼目露艳羡的吉营 又看了一眼郭老夫人 欲言又止 郭老夫人赞同地笑了笑 对吕嬷嬷等人道 你们哪 也看一看吧 难得出来一趟 众人不由 高呼起老夫人来 郭老夫人笑着颜开 带着周绍瑾去了船舱 之后他们又吃了月饼 喝了一些桂花酒 回到城中之时 已是天色微白 城门已开 周绍瑾到头就睡 直到黄昏时分才醒过来 春晚笑着告诉她 老夫人也刚醒 让碧玉姐姐传了话过来 说今天呢 各自在屋子里歇了 明天一早去前堂那边的别院 看前堂永巢 周绍瑾软绵绵地点头 睡了一个回笼觉 人才慢慢地清醒过来 春晚断了膳食进来 周绍瑾喝了一点粥 吃了几块米糕 问起老夫人来 春晚呢 老夫人又歇下了 翡翠和玛瑙两个姑娘当职呢 那就不过去请安了 周绍瑾竖了口 懒懒地躺在了床上 悠悠地桂花香 从窗外飘进来 周绍瑾有些睡不着 皮衣推窗 发现月光比昨天晚上 还要明亮地 洒落在院子里 她想了想说道 春晚 吉营卸下了吗 应该还没有吧 春晚有些不敢肯定得到 我看到吉营屋子里点着灯 但是不知道她歇了没有 周绍瑾犹豫了片刻的 嗯 你陪着我去看看吧 春晚不明所以的应试 服侍着周绍瑾更衣 去了吉营那里 城池还没有睡 正在和淮山说着话 萧珍海应该是起了疑心 所以昨天才会临时改变主意 要去灵异寺 还好歪打正着 王太太安排母亲 从侧门的湘云路寄室 遇到二表小姐的时候 二表小姐机敏地 装作不认识我们的 哼 这个萧珍海 只怕是留不得了 怀山顿时紧张地道 四爷 萧珍海如今已和江沁 搭上了话 天津北汤码头 迟迟早早都会把萧珍海 给拓垮 您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让他此生此灭 岂不更好 说不定 他还会感谢您 九太于水火之中呢 您平时总是说 做事要动脑筋 真见对卖忙的事情 是最蠢的 您今天怎么会想到 要置萧珍海于四地呢 他们不是打消顾虑 去扬州筹款去了吗 城池有片刻的恍惚 他今天对萧珍海的怒气 的确是过于强硬了一些 怀山说的办法 才是他常用的 他今天和萧珍海 蒋沁蓄衣尾衣 不就是想做渔翁之力吗 怎么事到临头 他的脑海里 却冒出了一个 两败俱伤的念头呢 城池皱了皱美 怀山走到了门前 又折了回来的 四爷 伤婆子说 二表小姐 去了寄营姑娘屋里 城池祈祈祷 哦 这么晚了 二表小姐找吉英什么事 怀山道 我让上婆子 挺挺牵根去 城池没有反对 怀山眼底 流露出了淡淡的笑意 出了想法 城池想着昨天早上 和萧正海 蒋庆的会面 吉英回到他的身边 求他庇护的事 别人不知道 曹邦内部 肯定是知道的 蒋庆遇到他 却是一副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样子 甚至暗示他 焦家在曹邦 想一家独大 曹邦的人 不服气 已经良久 现在他们家的独子 被人断了手臂 曹邦的人 都有一些幸灾乐祸 并说 虽说三家亲如一家 可也不能为了私己 坏了江湖道义 如果焦家 做得太过分 另一家蒋青 不能做主 可蒋家 肯定会站在他这一边的 就算蒋家明面上 不好和焦家撕连 暗中给焦家实事办案子 却是不成问题 所谓的曹邦三大当家 不过是当初 三个人 共同创办了曹邦 可那已是 几十年前的事了 三大家传到如今 为了利益 名誉 早已不复 当年的亲密 江庆 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可见三家的嫌隙已深 翻脸 是迟早的事 只是不知道 能不能利用这件事 把萧家给拉下水 仅仅是让萧家 舍财 还不足以动摇 萧家的根本 最好的办法是 等到萧正海 靠费了萧家 大量的钱财时 萧家有人跳出来 质疑萧正海的能力 他在心里盘算着 怀山走了进来 笑着柄道 二表小姐 想让吉营小姐 想办法帮她从雷锋塔 抱几块船回来 城池恶然道 啊 这又是什么讲究 怀山把自己 从商婆子那里听到的 关于雷锋塔 能送子的传言 告诉了城池 城池更是惊讶道 这二表小姐 这是要做什么呀 他今年才十三岁 离城青海早着 更不要说生儿育女了 怀山也想不透 笑道 也许啊 是要给他 那个亲戚 捎带着呢 城池想到了 周震至今无子 他道 哦 这是小事 吉营没有答应吗 怀山道 没有 江亲过来 江湖上 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眼睛 盯着杭州府呢 吉营姑娘 不想节外生枝 然后笑道 这吉营姑娘啊 这些日子都事多了 每天早晚 都会擒脸舞技呀 城池不以为然的 点了点头 吩咐怀山 怀山啊 那你去想办法 给二表小姐 弄几块砖回来好了 不过 这砖不是本人 抱回来的也行吗 怀山笑道 不知道呀 我去跟商婆子说一声 让她去问问 万一非得本人去抱 我看 不如让二表小姐 写封信给周大人 城池很是赞同 说道 好 你再顺便 跟商婆子说一声 明天我们去观潮 让她除了注意 郭老夫人 二表小姐那里 也要看顾着点 可必让潮水 把人冲走了 就她那一副 丁香般的样子 被卷到江里 只怕想找都会成问题 怀山笑着去了商婆子那里 商婆子害人道 四爷 什么时候关起这些事来了 怀山道 四爷想来做什么 想什么 您看他大理酒入巷的树屋 还有谁比他做得更好吗 那倒也是哈 商婆子笑道 如今四爷 既然默许老夫人 带了二表小姐同行 自然呢 也要照顾好二表小姐的 又道 我这就去问一问二表小姐 免得四爷做了好事 却是没有落一个好 怀山是笑道 四爷又不是稀罕这些好 商婆子唠叨道 哎呀 你们这些大男人呢 就是这样的 这也不放在心上 那也不打紧 结果呢 啊 那次呀 要不是我在 季家的面前多了几去嘴 季家的道老爷 又怎么会想到 交加打的是什么主意呀 四爷 又怎么能那么的容易 就收服了季家呢 有时候啊 还是得多唠叨两句的 怀山投降 好好好 你想说就去说好了 商婆子呵呵笑着 去了周少锦住的地方 周少锦被机营拒绝 正是无人可求 心情低落的时候 听说城池身边的 商嬷嬷求见 他不禁地睁大了眼睛倒 啊 他来干什么呀 碧桃摇头 说道 我看 不像是有什么 急事的样子 啊 那请他到 烟西市里喝茶吧 周少锦 想到他是 服侍城池的人 对他还是比较理喻的 我换件衣服就过去 碧桃退了下去 周少锦 简单地挽了一个嘴 穿了一件 半心不救的 桃红色的笔甲 剪了商婆子 商婆子 看那么俗艳的颜色 穿在周少锦的身上 不仅没有让周少锦的气质受损 反而还平添了些许的妩媚 不由地 在心里 暗暗地感慨 这周家二小姐 长得的确是好看 不然许大爷 也不会念念不忘了 前几天还写信回来 让人打听周少锦的近况 他笑着给周少锦行了礼 道 吉营姑娘说您啊 想抱一块雷锋塔的砖回去 四爷呀 就让我来问问您 这砖得您亲自去取 还是随便水取都行呢 这个问题 周少锦还没有仔细想过 不过 承承能答应他 从雷锋塔上抱块砖回去 他已是喜出望外了 忙让春晚 给商婆子上了茶 自己去了王太太那里 王太太已经歇下了 知道了周少锦的来意 睡意惺忪地倒 我们明天就要去前塘江了 老夫人答应派人去雷锋塔了 不是老夫人 周少锦有些不好意思的呢 是四老爷答应了 然后把商婆子的顾忌 告诉了王太太 王太太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哪里还有半点的睡意 忙笑道 不管是啊 自己去取 还是托了人去请 这诚意是一样的 菩萨都会知道 都会保佑的 也就是说 谁去取都一样了 周少锦高高兴兴地 去回了商婆子 商婆子笑着告辞 周少锦满心欢喜 在床上翻来覆去 凉酒才睡着 第二天一睁开眼睛 就看见了商婆子 天还没有亮 就送来的两块砖 青色的砖 久经风雨 已经变得有些陈旧 却是依旧透着方正和凝重 周少锦吩咐吩咐 春晚用两块铃布包着放进了香笼里 就才去给郭老夫人请安 休息了一天 郭老夫人神采奕奕 招呼周少锦一起用了早膳 今天呢 厨房有小米鸡汤海参粥 我听着稀罕 就让人沉了一些来 你要是吃得不习惯呢 就换别的 我想一想 他们应该呀 还有白粥和百合粥青菜粥 我和您用一样的就是了 周少锦坐下来 尝了一口粥 好吃是好吃 只是他有些不习惯 粥里放了海参 一旁服侍的王太太则笑道 这小米鸡汤海参粥啊 最是不气健脾了 有了春秋的人 和壮年男子用 是最好不过了 二表小姐倒是不勉强 周少锦立刻意识到 这粥是专为郭老夫人和城池做的 他慎慎然的笑了笑 还是勉强的把粥给吃完了 城池那边派了人来问 能不能启程 东西昨天就收拾好了 周少锦扶着郭老夫人上了轿子 他们今天会借居在江南的首富 宗老爷在前堂的别院里 秋日清晨的阳光温暖而清爽 周少锦不时地撩了帘子朝外往 鸟鸟的吹烟 牛背上的木桶 还有河边妇人吹大衣服时 传来的爽朗笑声 都让他觉得安宁而温馨 临近中午的时候 他们的轿子停在了宗家的别院 那个别院不过三进大小 却是粉墙带瓦 花树满亭 游朗两侧更是应景般地摆放着各色的菊花 情景十分的宜人 城池笑道 这原是宗大老爷曾祖父晚年的时候静养的院子 那前堂江离这里不过两摄之地 他听说您要来 非让我带您过来住两天不可 我想着 我们过几天才启程回金岭 这里又颇为清景 也就映下来了 嗯 这里呀 很不错的 郭老夫人笑着四处打量了几眼 说道 让宗大老爷费心了 替我谢谢他 城池笑着应好 周少锦被安排在了郭老夫人西边的厢房里 用过午膳休息了一会儿 城池带着周少锦和郭老夫人去后院看看 那里有个小小的凉亭 站在那儿也可以看见前堂江的潮涌 却不如在江边观潮那样的雄伟壮观 我寻思着 头一天我们就在凉亭里看看 若是您感兴趣 第二天我们再去江边观潮好了 我们的时间还很充裕呢 谁知道他们还没有出门 宗家的大管家拿了帖子过来 说明天一早 宗家的老太太 想带着几个媳妇和孙女过来拜会郭老夫人 本集到此结束 欢迎收听下一集 本集完 本集完